18号凌晨1点左右 华联市中央路上的一间加油站 是发生了火烧车意外 疑似加油的疏忽 导致一台千万超跑麦拉伦 差点就毁了 索性火势在短时间内就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主要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相关单位调查了解 18号凌晨1点左右 一辆千万超跑麦拉伦 帅气的使劲加油站 没想到下一秒就变了个模样 一台要价上千万的超跑 只是想加个油却遇上火烧车意外 实际回到现场超跑还留在原地 但已经被盖上厚厚的一层帆布 员工看到记者镜头立刻上前赶人 甚至抢走钥匙很摔在地 这我的钥匙 我在帮你拿了 你为什么要抽我的钥匙 你为什么要抽我的钥匙 还把我钥匙拔掉 为什么 要不我们叫警察 你叫警察 他抽我的钥匙对不对 我帮你捡回来了 那我坏掉啦 哪里坏 你这个刚刚已经掉下去 你是把我装回去的啊 你就可以动啊 好好的加油 竟然演变成火烧车 所幸车主及时发现 拿起灭火气狂喷 火势才没有扩大延烧 在18号的凌晨1点10分 中央路上的一处加油站 有发生气质和火警 人员到达现场后 相关人员已将火势扑灭 起火原因有在火吊客调查中 其实我觉得 加油焦燃烧 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 就是它的本身车子 可能它的油管 本身可能就是 可能久了没有那么密封 那大部分 或者是它可能 今天可能就是 比较有激烈操架玩 那车子可能 温度比较高一些 或许可能 它刚好在家的时候油气 那可能就是 宣到它的可能 排气管啊 或者它比较热的地方啊 才比较有可能去 会有这种起火的可能 疑似加油不胜 一台千万超跑麦拉伦 差点就毁了 好险火势在短时间内 就被扑灭 没有造成伤亡 而主要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人员进行调查 记者综合报导